我已经跟那家男主人联系过了 他就拿着花篮在小区门口等你 对了 他穿着黑色的衣服啊 你到时候拿过花篮就走 赶紧给我送过来 谢谢回顾 下回来了以后我给您拥会 拜拜 好好看我 来 人呢 给我站住 这位顾客先生 你撤去干嘛 我叫顾艳成 我叫顾客 请你把包还我 你是个女人怎么回事 怎么抢别人东西啊 我怎么抢你东西了 快点撤 我警告你没有办法啊 你别动 别动 别动 来来来来来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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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一下吧 笑一下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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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是不是还在怪我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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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我远点 那先生 您的花 我不收垃圾 垃圾 你不要 我要 让白冰来接我 让白冰来接我 你说是不是 真的很 对不起那个人呀 请你自觉说 是 任何一件看似偶然发生的事件 都是有定数的 可能冥冥之中 也就是他早就注定的遭遇 所以算算啊 看看是劫还是缘 那你这次又打算我要多少钱呢 不说钱 说缘 什么缘 五百元 此次盘龙古城所有的雕刻项目 将由故事负责 同时我宣布 将我亲自雕刻的玉雕 雅俊 赠予盘龙古城 合作愉快 黄总 合作愉快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儿 风雨 不好意思 风总 我找顾总有点公事 可否适配一下 适配 谢谢林总 我来是想问一下姑娘 林大小姐 您的杂志社经营得真的很不错 不到一年的时间 商业精英几乎被您采访了一个遍 确实 所以今天 我想亲自来约一下顾总的专访 不知道顾总能否赏光 我看你 我她在约一被摇的 有 UN 失陪了 丁达小姐 抱歉抱歉 我会小孩劝劝的啊 巨款到账 今天这钱赚的 除了有点小波折以外 其他都算顺利 这个时候要带来个小哥哥 来个浪漫的邂逅 财索身头人 是你 是你 雨萱 雨萱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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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是手退土机的吧 你是不是为了 刚刚在路上发生的事情 来报复我呀 刚刚的事 这就是那位施主 就他呀 宝贝 开车去医院 好 顾总 您有没有事啊 没事 伤口内的细菌会以 每每二十倍的速度 进行分裂 现在是超过一分钟了 快叫人过来报答 我马上要去 有必要这么夸张吗 小婷大夫 都二十一世纪了 还有活得万能公主呢 大不了我赔一点医药费嘛 六十 赔 你知道他要是想追究的话 这时候你得赔多少钱 那赔多少 不是 多大点事 这就涨不出了 我现在的工资水平 我得从站过时期 还是打风草的 还不及的 说好的钱好 赚到万欠购的 不应该是这种势本吧 走吧 这么多 那他们是不是要卖花店了 什么 这次的浪漫邂逅后又失败了 什么 他们说这个钱太好赚了是吧 那你告诉他们 成不成功都给钱 而且加倍 那我可怎么办 什么时候能报仇尊呢 难道 真是都要整容成 像仙女腾天土里边的仙女一样吗 我不要你赔钱 但是我奉劝你一句 钱不好赚 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更不好做 还有 赶紧把容整回去吧 老大 他 他不是 是 啥 整容 整容 这个人该不会是想方设法 预外迷伤地看我好看吧 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啊 可不 也没让你赔钱 也没让你回战国去战斗 好疯了 能处处啊 处处 顾总 去雕刻室 小女子姓白 林若曦 查一下这个女人的资料 好 是林医生那儿 是林医生那儿 你是说 那个和你梦中 还有顾家祖传雕像上 一模一样的女人出现了 是 而且很奇怪 每次看到她有危险 我的身体就好像不受控制了一样 等我回过神来 就已经挡在她面前了 而且似乎只要遇见她 我的心口就会有异样的感觉 你是说 那是一种不受你控制的宿命感 不可能是宿命感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 她肯定是爷爷刻意安排的